朱婷作为中国女排的领军人物 竟然无缘国家队 这一消息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热议 整个排鞋的操作似乎在起伏不定中 引发了球迷们的质疑和讨论 首先 朱婷的缺席成为焦点 作为中国女排的核心球员 她的无缘出征 让人们对排鞋的决策产生了疑虑 媒体对朱婷缺席的解读表明 这是一次集训的代价较大 但却引发了更多的疑问 球迷们开始质疑团结 对于球队的至关重要性 集训名单的选择也成为了关注焦点 因为其中除了个别球员外 其余的选择引起了广泛的质疑 球迷们指出 排鞋和教练在选人标准上 似乎缺乏清晰度 可能存在地域分配 个人喜好和联赛排名的影响 一些联赛中表现出色的球员却未被选入 而排名前十的球员入选情况 更是引起了疑问 中国女排在比赛中 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尤其是复工位置的短板 以及在篮网和防守水平上的需求 对于李莹莹和张长宁的期望 成为球迷们关注的焦点 同时 新人如庄宇山 段孟可 王文涵等的加入 也让人期待他们能够弥补团队的不足 关于排鞋的一系列操作 球迷们表达了不满 半决赛和决赛无直播 主教练对联赛的关注度 以及集训队员确定和公布的时间等问题 都让人感到困惑 对今年排鞋的一系列怪事表达的疑虑 一些球迷甚至将女排与游泳队进行比较 认为这可能影响到球队的成绩 对于排鞋的操作 一些球迷提出了建议 希望排鞋能够更加关注球迷的声音 更加透明地进行操作 他们认为集训是中考 而试联赛和奥运会才是大考 希望排鞋能够更加注重球队的整体建设 而不是过于急功近利 中国女排集训名单及排鞋操作 引发了球迷们的热议和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对于团结的强调 对于排鞋决策的质疑 以及对于球队问题的关切 在这个时刻 期待中国女排能够克服困难 取得更好的成绩 也希望排鞋能够听取球迷的声音 更好地推动中国女排的发展